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大家好 我是一恩 程浩在词中写道 闲来无事不从容 睡觉东方日已红 一个人心境悠闲 不慌不忙 丝毫不觉得任何压力 睡眠充足 走出户外欣赏万物 发现万物各有其韵味 一个人的心境 能够反映一个人的睡眠状态 人的一生中 睡眠占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 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研究表明 良好睡眠 是人体健康的天然补药 对保护身体免受常见的病毒性疾病侵袭 至关重要 我们应尽量养成健康的生活作息习惯 晚上拒绝熬夜 及时进入睡眠 然而对于当代人而言 熬夜也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常态 特别是青年人习惯于将熬夜和养生 作为当代人特征性标签之一 熬最晚的夜 养最贵的生 然而 在夜安看来 白天之所以不懂夜的黑 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 比起白天 长时间熬夜 会把你的身体健康 逐步掏空 古人说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懂得睡觉 认真睡觉 是我们人生的头等大师 拥有早睡的能力 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气 莎士比亚说 舒服的睡眠 才是自然给予人的温柔的 令人想念的看护 深以为然 我有个朋友 以为年轻要多工作赚钱 睡觉是浪费生命 每天熬到凌晨一两点 最近却一改常态 每晚十点准时关机睡觉 我忍不住好奇 朋友说 因为经常熬夜 前段时间肠胃出现问题 要做手术 住院期间 他隔壁的病友 因长期熬夜 患突发性耳聋 被要求 晚上十一点 必须睡觉 当初对睡眠有多不在意 如今就被缺乏睡眠 害得有多惨 早睡 这一向人原始的生理习惯 已经进化成了一种 了不起的能力 事实上 从科学的角度讲 有睡一时早睡 确实也是一种 了不起的能力 斯坦福大学睡眠研究所的 科学研究表明 睡得好不好 关键取决于睡眠刚刚开始时的质量 最关键的就是睡觉初期的90分钟 这一时间段是释放压力 排出废物的最有效时期 只要最初的90分钟安然入睡 没人打扰 即使睡得短 睡眠效果也可以最大化保证 反之 如果最初的90分钟睡得不好 那么不管睡多久 第二天仍然没有精力 所以在晚上 一定不要忽略最初的睡意 如果有了困意而坚持不睡 一边深夜刷着手机 一边骗自己明天晚一点起床 那么 不好意思 一晚安眠已经基本与你无缘 好好睡觉 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健品 身体最好的治愈能力 就是睡觉 你熬的不是快乐和自由 而是身体 网络上有个问题 熬夜快感的本质是什么 下面有个高赞回答 白天上班时间不属于自己 熬夜时的独处能够找回自我 但这份自由却是牺牲健康 换取生命的真实感 熬夜 其实你是在用未来几十年的身体健康为赌注 换取片刻的止醉筋迷 如果平时睡眠严重不足 还不重视的话 最严重的后果 就是会丧失生命体征 去世 近年来 每年发生因此去世的人数不断上升 左律睡眠研究 在细究这些社会新闻后发现 大部分去世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 睡眠时间严重不足 所以如果你平时工作很忙 经常要加班 要引起注意 建议最好挑出一些时间用来补觉 虽然不能完全把缺失的睡眠补回来 但是却能降低风险 大量的实验证明 睡眠不足对身体产生的伤害 远不止这些 还会提高患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脑血管疾病等疾病的风险 甚至长期睡眠不足五小时 还容易引发癌症 睡眠是一切的基础 大家一定要重视睡眠时长和睡眠质量 只有睡眠好了 身体才会好 人的状态才会好 每一次熬夜 都是一场只赔不赚的交易 舒本华说 人类所能犯的最大错误 就是拿健康来换取其他身外之物 健康才是一个人的根本 如果没有了健康 财富 名利 地位 这些都毫无意义 人生是一趟漫长跋涉 养足精力 养好身体 才能一直走下去 余生请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和健康 好好睡觉你就赢了 听过这么一个故事 圆绿禅师问惠海禅师 禅师 你可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惠海答 有 是什么呢 惠海答 我感觉饿的时候就吃饭 感觉困的时候就睡觉 这算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有什么区别呢 惠海答 当然是不一样的 哪里不一样呢 惠海答 他们吃饭时总是想着别的事情 不专心吃饭 他们睡觉时总是做梦 睡不安稳 而我吃饭就吃饭 什么也不想 我睡觉的时候从来不做梦 所以睡得安稳 这就是我与众不同的地方 夜晚是各个器官进行自我修复的时候 肺部是半夜三点到五点的时间段排毒 如果总是在这个时间段醒来 很可能是肺功能出现了异常 肺部气血不足 影响血液的循环 进而会造成全身的供血缺氧 大脑收到这个信息 就会早早地醒来 这是提醒你 需要对肺部进行保养了 别不在乎 脾胃论 脾胃圣衰论说 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 脾胃是人体重要的组成部分 负责将人们摄入的饮食进行消化 吸收 脾胃健康与否 也会直接影响人们的睡眠 很多人如果晚上吃得过饱 则晚上很难入睡 就是这个原因 脾胃不合 夜里会出现易惊醒 做噩梦等情况 要注意脾胃的养护 当今社会 各个行业竞争都很激烈 人们大多面临着房贷 车贷 孩子教育等问题 生活压力很大 有些人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状态 拼命地工作 同时也不太注意劳逸结合 总是让自己处于紧张的压力环境下 时间长了容易出现脑神经衰弱的情况 影响人们的睡眠质量 经常半夜三到四点醒来难以入睡 睡眠能对白天执行了反中日常功能的身体 起到愈合和修复作用 睡眠期间 人体组织得到休息 肌肉得到放松 身体疲劳带来的炎症 自然得以减轻 睡觉本身就是预防疾病的一个保护性因素 能使致病的细胞得到修复 当人们睡得太多或太少时 罹患各种疾病和早亡的风险就会增加 睡眠能提高创造力和改善认知功能 后者是指学习思考推理记忆等能力 优质的睡眠会使人在醒后感到头脑清醒 精力充沛 有助于注意力的集中和心记忆的储存 保存思维的敏锐性 充足优质的睡眠不仅能改善情绪 而且能提高大脑对应激性事件的调节能力 进而有助于减轻忙碌紧张的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压力 睡眠对情绪健康的好处可以转移到社交生活中 充足的睡眠能提升自身认知功能 增强自信心 睡眠充足的人性格更随和 与朋友相处更融洽 睡眠不足的人往往脾气暴躁 现实中每个人都应抛开自身烦恼 减少不必要的困扰 爱惜自己的身体 做最完美的自己 苦口婆心地说一句 睡眠真的真的很重要 不仅仅是对于容颜而言 还有健康与生命啊 因为失眠过才懂得睡眠的珍贵与可贵 总结 如果长期熬夜就会出现白天精神萎靡不振 疲劳适睡 记忆力下降 情绪不稳定等症状 抵抵抗力下降自然容易得病 患肥胖 糖尿病 心脑血管疾病 以及肿瘤的风险将增加 因此 为了身体健康 建议不要熬夜 尽量晚上11点前进入睡眠 控制好睡眠 才能控制好自己的人生 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 拼到最后 拼的是身体 工作时好好工作 睡觉时好好睡觉 你就已经赢过很多人了 如果有一件事 值得我们用心认真去做 那大抵就是睡觉了 睡个好觉 早起迎接清晨的太阳 拥有蜜糖般的好心情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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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